1989年12月21日 天寒地冻的布加勒斯特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 穿着厚厚的黑泥泽大衣 走向他的无比熟悉的中央党部大楼阳台 身下就是城市的心脏 共和国共逛场 他要在这儿向脚下的群众 发表又一次高高在上的讲话 几天前 这位罗曼尼亚总统兼党组书 也碰上了点小麻烦 在另一座大城市蒂米什瓦拉 当地的匈牙利人和警察发生冲突 结果警察向人群开了枪 造成数人死亡 随后全国不少地方都出现了反政府的示威游行 即便如此 齐总还是按计划飞到伊朗 进行了三天的国事访问 他不但信心满满的对伊朗人表示 罗马尼亚的局势是稳定的 还在回国当天就做出了向全国人民 发表讲话的决定 在这位已经掌权将近25年的领袖眼里 用场激情澎湃的演讲 来平息这些麻烦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毕竟 这些年他做过的无数次报告 哪次不是在听众的全体起立和热情框枯中结束的 他拥有的那一大落封号 像什么无与伦比的战略家 抵抗所有敌人的罗马尼亚捍卫者 掌握国家所有问题答案的伟大领导人 和人类的星辰之类的 可不是他逼着谁喊出来的 这么说吧 在罗马尼亚这片地界 只要尼古拉谈老人家跺跌脚 整个卡尔巴天山都得跟着晃悠晃悠 中午12点 已经有10万人从四面八方涌到了广场上 齐奥塞斯库准点出现在群众面前 开始了驾轻救赎的表演 他激烈谴责地米什瓦拉的骚乱 是一场由流氓和暴徒煽动的恐怖行动 是无处不在的帝国主义势力 和一小撮卖国者相互勾结 试图破坏国家稳定的阴谋 随着情绪渐入佳境 启总挥舞起手臂提高了嗓门 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击退反动势力 对罗马尼亚的猖狂进攻 按照惯例 此刻应该有此起彼伏的欢呼和掌声 可偌大的广场就像被谁摁下了开关 只剩下片让人尴尬的沉默 突然某个角落里发出声喊叫 打倒切奥塞斯库 整座广场瞬间被怒火点燃 打倒杀人犯 地米什瓦拉等口号排山倒海的响了起来 正在进行现场直播的罗马尼亚国家电视台 赶紧掐断了信号 让明显还没反应过来的齐总 半举着右手的画面定格在了 家家户户的电视屏幕上 紧接着 局势像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一样 变得难以控制 接到紧急召见的国防部长米雷亚 断然拒绝了用武力镇压抗议人群的命令 甚至不惜自杀抗命 这让军方迅速和领袖决裂 把军队都撤回了军营 示威群众随即开始冲击党部大楼 昨天还不可一世的齐奥塞斯库同志 突然发现自己不可思议的变成了孤家寡人 逃跑成了保命的唯一选项 22日中午 心慌意乱的齐总 带着齐斯艾莱纳搭直升机逃出了首都 可他并没想好到底要润向何方 最后靠着辆在半道拦下来的斯加车 奔向了艾莱纳的老家特尔哥维师泰 在那个离布加勒斯特不过80公里的小城 这对惊弓之鸟自投罗网 走进了县植物保护局寻求庇护 结果被当地的旧国阵线军队立即逮捕 圣诞节当天 被严密关押了三天的齐奥塞斯库夫妻 走上了临时成立的特别军事法庭 虽然俩人拒不承认所有罪行 可完全无济于事 还是被宣判即刻执行死刑 这对曾经风光无限的抗力 被绑到了兵营厕所前的一块空地上 自知在劫难逃的齐总 高喊自由和独立的罗曼尼亚万岁 历史会为我报仇 接着唱起了国际歌 可歌刚唱到一半就迎来一梭子子弹 睁着双眼倒逼在了厕所墙上 他身边的艾莱娜更惨 被打得头骨开裂 脑僵涂地 据说这位前第一夫人 至此都不能相信自己的结局 临行前还在质问士兵 你们怎么能这样对我 我是你们的母亲啊 而他得到的回答是 你不是我们的母亲 你是杀害我们母亲的凶手 在特别军事法庭 那份足足念了20分钟的判决书中 曾经的人类星辰 变成了十恶不赦的权民公敌 齐奥塞斯库两口子 被指控犯有屠杀人民 破坏政权 破坏公共财产 损坏国民经济 和非法拥有巨额财产这五宗罪 听起来实在此有余辜 虽然后来证实 向他们在国外存款超过10亿美元 这样的传闻 纯束空穴来风 可有一说一 对于多数指控 领袖夫妻恐怕都难辞其咎 自打70年代起 齐总就变得越来越膨胀 不但及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还把对自己的个人崇拜 拔到了匪夷所思的高度 无论他出现在哪 都要组织盛大的欢迎仪式 但凡发表讲话 所有人必须一次又一次的起立鼓掌 他甚至用伪造 外国王式喝电的法子 让自己更像是天选之子 以证明只有他才能把图拉针大帝 斯特凡大公和卡罗尔一世 在这片土地上建立的丰功伟业 继续发扬光大 在限制言论 控制思想这块 齐总同样死死拿捏 1980年颁布的 大罗曼尼亚打字机法 就让人耳目一心 所有罗曼尼亚公民 企业 机关和学校 想拥有打字机 都要经过警方许可 如果打字机需要修理 或者换个主任 那所有手续都得从来一回 成为打字员 需要申请专门的执照 并且所有打字样品 都得商报 要是谁敢私自处理 哪怕已经报废的打字机 那必将受到严厉的处罚 可想而知 当时整个罗曼尼亚的舆论 没有一丝杂音 都在齐刷刷的赞美 这个PS后的和谐盛事 就连气象预报 都得跟着风调雨顺 每天的气温 必在允许工作的范围之中 可真实的人世间 显然没那么圆满 到了80年代 罗曼尼亚的老百姓 经常需要排上几个小时的长队 才能买到一点可怜的牛奶 鸡蛋和肉制品 在寒冷的冬季 燃料煤气和电力 通通供应不足 老人孩子受冻 公共汽车停运 医院都因为温度过低 而无法进行正常的手术 当然 日理万机的齐总 可顾不上这些细致末节 在他眼里 自己治理下的罗曼尼亚 正挺胸阔步 走在实现共产主义的 康庄大道上 很快就会成为一个 在各方面都十分发达的国家 为了配合这个泱泱大国的国力 人口必须得跟上 于是他严禁节育和堕胎 不生孩子就等于是背叛国家 所有罗曼尼亚女人 都得随时接受 严格的盘问和身体检查 那些随意闯入民宅的执法者 被人文背地里叫做月经警察 有的人出生就在罗马 有的人出生就是牛马 还有的人就更倒霉了 因为他们生在了 其总统治的罗曼尼亚 水生火热的生活 让这个国家的贫困率 营养不良率和婴儿死亡率 长期霸占着欧洲榜首 面对高雅统治和秘密警察们 无处不在的监视 人们也只能编些笑话 来发泄自己的不满 比如这个 说布加勒斯特人 正排着大队申请护照 有个人一回头 吃惊的发现自己身后站着的 竟然是齐奥塞斯库 他问领袖为什么也在这排队 齐总说 既然大家都想出国 那我也要出国 这个人立刻回答 您要是出国的话 我们还有什么必要走呢 当然 身处云端的齐总 可听不见这些凡间的嘲讽 他和夫人 常年辗转在遍布全国的豪华行工里 过着普通人难以想象的精致生活 横门泳池 私人球场 贴身女服 保健医生 营养专家和安全卫队 一应俱全 一顿午餐就要十二道大菜 材料全是老百姓们 见都没见过的山珍海味 连餐桌上的纸巾 都得是进口的 更离谱的是 领袖的爱犬考步 甚至都有自己的定制菜单 而且要由专人先品尝 并确认安全后才能喂食 在罗曼尼亚 考步可是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几乎所有布加勒斯特人 都碰到过他坐着专车 在警车护送下 穿过大街小巷的场面 由于对他极为宠爱 齐奥塞斯库居然授予了 他陆军上校的军衫 所以人们都会把这条黑色的拉布拉多 称为考步同志 一次 领袖带着考步同志一起视察医院 结果堂堂上校和医院里的猫 打起架来并光荣扶伤 心疼万分的齐总 当即愤然终止了视察 几天后 这多一年会接待五万名病人的医院 就接到了必须拆除的命令 在专门为总统修建的 湖畔府邸春天宫 也就是今天著名的齐奥塞斯库故居中 考步同志拥有一座独栋别墅 椭圆形的沙发小床上 铺着高级的锦段 而至于他主则的房间 那就更让人眼花缭乱了 宫殿大厅摆满了黄金器皿和宝石饰品 餐厅里遍布着闪闪发光的 银制餐具和纯金竹台 起居室挂着满墙领袖 从国家艺术管理居为极右的珍贵油画 艾莱娜的衣柜中 则整齐排列着几百套服装 貂皮大衣就十多件 不少衣服鞋子都还挂着标签 显然还没来得及被第一夫人临幸呢 齐奥塞斯库一家 在全国霸占的62栋宫殿别墅 和22座狩猎山庄 光在布加勒斯特就有21座行宫 可所有这些宫殿 都不如一座建筑那么让领袖上心 那就是1984年开建的人民工 自从70年代初访问过朝鲜后 齐总就对平壤那些辉煌的建筑念念不忘 1977年 布加勒斯特遭遇了7.3级的大地震 老城很多建筑被震毁 这对领袖来说可是个天赐良机 正好能让他实现 心目中的系统化城市改造 在他的计划里 打造一座名义上属于人民 实际满足自己野心的世界第一宫殿 是重中之重 为实现这个目标 曾经的国家档案馆 医院 修刀院和37座工厂被拆除 4万人被强制搬离 悬职所在的整个山头也被夷为了平地 84年6月 齐奥塞斯库亲自出席了人民工的开工典礼 希望两年后就能看到他的竣工 然而这个计划 对于修建一座总面积超过36万平方米的变态级建筑来说 无疑太乐观了 尽管工程进度实行了三班岛 而且大量工作都由吃苦耐劳的士兵们完成 但在耗费掉100万立方米大理石 70万吨钢材和200万吨沙子之后 这座经过吉尼斯认证的世界上最重的建筑 还是拖到了1997年才最终完工 而那时 他的缔造者齐奥塞斯库同志早就凉透了 不过在倒台前 齐总还是看到了建筑70%以上的完工 并对他华丽的内部大为满意 整座宫殿由23个部分构成 超过1100个房间 总共用掉了3500吨水晶装饰 90万立方米木材和20万平方米的羊毛地毯 宫殿的装修完全根据领袖的个人喜好来打造 台阶宽度都是为他量身定制的 因为齐总不太乐意在宫中安装风扇和空调 建筑不得不采用特殊石料 并加厚了墙壁 好让房间变得冬暖夏凉 即便如此 齐总仍认为设计有改进的空间 比如主厅联合大厅的房顶就应该被建成可开核式 这样他的直升机就能直接降落在屋里了 为了能躲避极端情况下发生的核战争 他还下令修建了一条深16米 墙壁厚达1.5米的巨型地价掩体 而这条错综复杂的逃生地道 后来唯一的用途就是被跑车玩家们拿来撒野 在BBC一部名叫托普盖尔的汽车节目里 车手们曾开着法拉利 兰波基尼和阿斯顿马丁等顶级跑车 在这条通道里尽情狂飙 甚至还能上演超车和飘移 今天来到布加勒斯特 甭管用什么APP搜索当地景点 第一个跳出来的总会是人民工 就算不刻意寻找 你也很难错过这座比大金字塔还要大上2%的宫殿 据说这是全球第二大单体建筑和最昂贵的政府大楼 每年光供暖和照明费用就要超过600万美元 相当于一座中型的城市 这还是在大楼70%的部分都空置的情况下 难怪前欧盟秘书长评价这儿是一个超级疯子的宫殿 但同时也是罗马尼亚人民的杰作 然而 罗马尼亚人民似乎对自己身边的这个世界之罪并不怎么自豪 尤其对那些上了岁数的人们来说 这座威然耸利的庞然大物带给他们的只有不堪回首的记忆 在人民工夜以继日被建造的那几年里 伟大的齐奥塞斯库同志 肯定想不到自己居然没机会在一手打造的空中楼沟中住上哪怕一晚 而是从天堂跌落到地狱 像野狗一样被射杀在厕所门口 也不过只花了不到十天的时间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偏偏那些掌舵者之中从不缺少爱好溺水行舟 客舟求剑的剑尔 说点什么好呢 紧祝他们美梦成真 盛天伴子吧